OK,阻断期还是可以忘财,阻断期并不代表阻断你的财运,我们看到很多客人真的好好地把握这个时期 而且他们陆陆续续就选上了 对,我们看到选上翡翠牌的新客人,对吗? 我们也看到选上108城乡手足的韩香牌的都有 然后最近呢,也看到有客人选上什么呢?水晶山 哦,水晶山当然不是带在自己身上啦,对吗?水晶山是做家里或者office的风水 然后这个客人呢,其实就是趁这个时候把自己office的风水调理好 那这样就引来了很多其他的好奇的问题了 比方说什么呢?比方说... 就会讲说,嗯,可能就是这样子要怎么只去看他家里的风水还是他的office的风水 对哦,就是这个期间,就大家怎么能够面对面见面嘛 到底是怎样做上那个风水的呢? 哦,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那其实好像我们前几个视频有讲到 呃,外国的客人他们可能会比较熟悉这样的方式 哦,那我们现在新加坡人应该赶上了哈 因为这个视频的方式把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一起搞定 那阻断期就算没有亲自见面还是能够把家里还有office的风水给做好的 我们需要几样东西 首先,我们当然需要你的地址 地址 我们要登门拜访 是因为我们需要从那个...因为现在有科技嘛 我们从Google上面看到大概的方向 那如果有平面图... 对,你是search 就可以了 对,如果有平面图的话也是很好的 在家里或者你在office的话 拍一些我们的视频 可以拍一个video给我们看吗 可以拍照片 给我们一些视觉上的那个understanding 那从那边我们就可以从根本上 提高你家里的风水 山要放哪里,水池要放哪里 如果你说,现在我要放一幅风水画 那应该是哪一幅墙壁可以放 所以我们其实用这个方式一直以来 跟外国的客人做他们不同家里的风水的 那其实那个水晶山 大家看了 这个水晶山很漂亮 这个水晶山 还真的是要赶快把它给选上 讲过,我们做过很多的 其实视频关于这个的 有Tier 1的 像就是太白精灵 有Tier 2的就是神兽 Tier 2的 黄梨龙 都有 还有Tier 3的也有 神佛像的 真的是赶紧把它给选上 然后这个期间 还可以是在 云大师的家 Blessing 在第一尊 面前 开光 然后 指指送到去你家 就照着我们的指指在那个地方 安上你的风水画 或者是你的水晶山就好了 那在这个期间 大家就记得一定要 stay safe and stay watt stay watt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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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